死神少爷与黑女仆终于迎来了第二集 爱丽丝和卡夫大冬天的 竟在室内穿着泳装玩起了水 就在刚刚 卡夫突然造访男主家里 看到两人暧昧的模样 他将整个房间都用魔法火焰点燃 接着卡夫又拿出一个魔法洗脚盆 他打算把房间变热后 在这里享受泳池的乐趣 说着卡夫就掏出泳衣 当着男主的面将他换在了身上 而两分半后 爱丽丝也穿着性感的比基尼走了进来 于是为男主贴心的地上冷饮后 卡夫与爱丽丝在洗脚盆里 开心地玩起了水 男主见状 他在一旁画起了夏天的沙滩 不过画着画着 热过头的男主开始头晕 细心的爱丽丝也察觉到了少爷状态不对 邀请男主也来泳池凉快一下 结果男主一个亮枪 就将爱丽丝壁咚在了墙上 看着近在咫尺的爱丽丝 男主害羞地快要爆炸 他瞬间清醒过来 而爱丽丝也被刚才的意外搞得浑身发烫 到了傍晚 他心意意地将其打开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吸了进去 等他回过神爱 一身兔女郎的爱丽丝出现在男主面前 原来这里是男主梦想中的幻境 而真正的爱丽丝也跟着跑了进来 于是在兔女郎爱丽丝的引导下 两人推开了第一扇幻想之门 结果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爱丽丝 看着各式各样的自己 爱丽丝觉得这次真的是赚到 默默地在纸上记下了少爷的喜好 接着两人推开了第二扇门 令爱丽丝没想到的竟是少爷的妹妹 而第三扇门后却是一台钢琴 在这里男主完成了一曲美妙的音乐 最后是一扇白色的大门 男主请求爱丽丝最好还是不要看了 但爱丽丝想看看少爷内心 最深处的欲望到底是什么 于是他打开大门透过缝隙看了进去 看到穿上婚纱的自己 爱丽丝心满意足地关上了大门 男主还想问爱丽丝看到了什么 结果爱丽丝却说 她看到了自己有失体统的样子 等两人出来 爱丽丝将甜蜜梦境收好 私は嬉しかったですよ うん? 对 对 感谢观看